属气霸屏的六大人气明星,吴磊沙海阳密服摇路官CP甜蜜暴击,属气霸屏的人气明星,杨子香密沉沉,吴磊沙海阳密服摇路韩暴击,吴磊沙海沙海中的黎醋,是一个不可控的人物, 他先前独立于团队之外,不信任是他的特征,而吴磊将这一点诠释得很好,在前面六级的发展中,在动手里,他保持警惕,甚至频繁试探,是我黎醋那精明的小模样,沙海对黎醋性格进行了再创造,加入了黎醋父亲打他,与他将他换小黑屋的设定,因此黎醋性格更多带有阴语的一面,从吴磊的校园部分就能看出来,眼神里有细语,杨子天气之白蛇传说, 湘密沉沉浸如霜,作为剧中的主演杨子和邓伦,看过小说,觉得他们演得不错,杨子虽然这几年一直招人吐槽张相,特别是出演青云至梦中女神一般的人物,但是不得不承认,他确实是如今九龄后小花中的演技担当, 这次他的虽同样饰演三界绝顶的美人紧密,觉得他蛮适合这个没心没肺的角色,剧中紧密背负着绅士之谜,前期古灵精怪,后期隐忍城府,其父反差和挑战,杨密扶摇一部古中偶像大剧, 华丽丽的呈现在我们眼前,而且估计因为编剧根本不擅长如此大架构的宣幻故事,所以这部剧整体框架问题很大,则局很小,台词过于言情,前后很多情节的设置和逻辑都不同, 简单说一点,女主的人设感觉不太好,就是那种不该露锋头时,功夫了得,一一抵摆,尚可飞下可跳,厉害到死,但是一到关键时刻,就毫无功夫,做事冲动也无脑子,只会成成嘴皮子,然后一帮各种喜欢他的人各种酒,剧情和演技都遭到网友的诟病,陆寒关小彤甜蜜暴击,甜蜜暴击,以独特的视角从格斗切入,启用陆寒,关小彤等在年轻群体, 终极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演员,以作品被承载,向更多人打开了一扇接触格斗的窗口,丰富了受众年轻层,演员们更是以自身积极的表演为格斗运动,带来了不小的关注,这部剧本身,青春,偶像,运动,明媚阳光的校园生活,独立带着弟妹,努力学习奋力进取的人物设定,不得不说,倒是比以往任何一个角色都适合陆寒本身, 也是和他的大部分粉群的年龄和理解能力,包去虚荣心的重重迷雾,这是一部刚好能展现陆寒优势的电视剧, 迪丽热巴一千零一夜,热巴超市合演这种可爱阳光的现代剧,从脸到性格,本身就是个很可爱善良的妹子, 什么小表情,小动作表现的超自然,狠结星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